Welcome to Dark Side 歡迎來到黑小豆的實況教室 上一集小豆分析完火冰片段 那麼接著這一集我們就來分析潛行片段吧 火冰片段分析大家都看過了嗎? 還沒看過的觀眾朋友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卡去看喔 說到潛行,從一代只能潛鑽石結案 而且還有機率強制失敗 到了二代,潛行機制才變得更完善 那喜歡無聲潛入的玩家也能順利的通關部分高難度關卡 畢竟有部分玩家比較不會對槍 也不喜歡被各種SWAT跟特殊兵圍毆嘛 哈哈,最小的我覺得潛行是在寂審日中很重要的遊戲體驗 那麼三代會有什麼樣的改動呢? 那就趕緊來分析潛行的永無寧日 也就是紐約小銀行吧 首先要來看到紐約小銀行門口 感覺場景互動也變多了 路上的車子如果你擋到它的話,它還按你喇叭 是說,這樣子被撞到會不會扣熄啊? 呵呵 接著Dallas與老哈直接從正門走進銀行 目前三代採點模式下似乎是可以直接標記的 應該是內建變色龍技能了 而且部分小互動也可以直接按 像這邊白夜窗可以直接關 這邊很靠近警衛也沒有起疑 甚至在門前蹲下也沒有反應 應該是因為這裡是公共區域啦 看起來在公共區域裡,平民警衛不會起疑 就算你在警衛面前站蹲站蹲 他可能就覺得你是怪人吧 此時Dallas打開門,進到了四人區域 鏡頭轉到Wolf跟Chance這邊 他們從後巷走樓梯上了屋頂 注意在四人區域被監視器拍到會有警戒指 警戒指的UI有改動,有方向性 但其實我比較喜歡二代的版本啦 再來上到屋頂,這裡就變成警戒區域了 小偷猜測在警戒區域中 就算是採點模式 被平民或警衛看到人會提示警戒指 鏡頭轉回Dallas 這邊他拿出智慧型手機駭入監視器 站在監視器可以按WS縮放 AD可以切換成吉他指 按E可以摧毀監視器 同時還有電擊效果 滑鼠左鍵可以標記 右鍵癱瘓監視器 讓他暫時無法偵測玩家 不曉得摧毀或癱瘓監視器是否需要技能 此時老哈被警衛看到闖入私人區域 但警衛並沒有直接拔槍 而是叫你跟著他離開該區域 這時候警衛會多出一個黃色圓圈的範圍 你得跟著警衛了,而且不能超過該範圍 否則他應該就會直接通報 而剛好這名警衛身上有鑰匙卡 J老哈把真孔攝影機黏在這名警衛身上 如此一來就能隨時知道這名警衛的位置 然後按F可以駭入對講機 還不知道這個有什麼用 我在猜應該是會讓這名警衛想回報的話 會延遲或是無效化之類的 然後警衛把你送回公共區域 並定住你不要再誤闖其他區域了 而警衛身上也多了一個一被觀察的提示 可能再被這名警衛抓到就會直接上靠壁報警之類的 這樣比較通人情一點啦 不像二代輕輕摸到一下就 CORE THE FUCKING HAPPY 這位老哈啟用了警衛身上的真孔攝影機 這樣一來就算不用標記也能知道這名鑰匙卡警衛到底走到哪裡了 真的非常方便 而這名警衛準備走上樓 在上面去的Chains已經等候多時 這邊他啟用了震盪陷阱 警衛直接被震設在原地 然後側限還衝過去從後方擊倒警衛 可能三代用槍擊殺警衛或是平民 回歸二代早期會有慘叫聲 所以勒暈擊倒是無聲放倒的 雖然會花比較久的時間 但不會驚動到任何人 那被擊倒的警衛當然還是要回報啦 只是這邊沒有聽到回報的語音 左上方也有顯示剩餘回報次數 看來與二代一樣是四次回報的度 有了高科技就是不一樣 遠遠的就能駭入監視器 這樣就不會被偵測到了,超方便 接著來到監控室 在4的領域應該只有警衛會對你起疑 平民還是在做自己的事情 刷鑰匙卡也能在踩點龍獅下進行的 而且開門之後還能關門 過了10年,劫匪們終於學會怎麼關門了 這樣一來就可以悄無聲息的幹掉監控室警衛 然後安全的躲在裡面了 甚至屍體也不用長了,直接把門關起來就好 這邊是Chance戴上面具將警衛擊倒 不過與前面那段應該是不同片段啦 不再可能戴上面具又脫掉 監控室搞定,接著Dalus前往電力室 也是要用鑰匙卡打開 所以這關有兩張鑰匙卡 一攬一喉 而且使用之後不會消失了 接著亥入保全系統 這邊Chance跟WARF不知道在搞啥 跳出去對驚太好 不過好像都是平民啦 趕緊壓制就好 亥入完畢 接下來要關閉正確顏色與圖示的開關 旁邊的面板顯示要關閉一個有著白色靜止圖示的開關 我猜高難度可能要關閉的數量會變多 在一疊資料中觸發了可選擇進行的次要目標 是去找到經理保險箱 可能裡面有額外髒物之類的 這邊可以看到DADS利用了標記系統標示了一個地方 然後走來金庫旁邊的開關處 關閉對應的圖示開關就能打開金庫閘門 左上角目標顯示必須帶著經理去到金庫門前 這邊Chance來到了一個辦公室 而且裡面的平民可以直接標記了 在二代我們只能透過第六感與監視器來標記平民 接著從後方接近 並且直接瑕疵經理 帶著他前往金庫門前 這樣視網磨索就打開了 超方便 在二代如果要讓平民移動 得先綁起來叫叫他跟隨你 然後還有的時候要跟不跟的 一氣之下就 搞定視網磨索 接著還有密碼索 要去經理辦公室的電腦獲取密碼 你可以把經理拖去安全的地方再綁起來 回到經理辦公室 電腦上出現了四組密碼 9506 5892 9170 1000 只有一個是正確的 任務目標也有幫你記下來 回到密碼索前 利用紫光燈的螢光反應來查看指紋 可以看到的是 2589 確定上面的指紋 對比一下密碼就是5892啦 我覺得這細節超酷的 比起Ben直接跟你講 然後你就跑去按下門鎖就開門好太多了 接著進入金庫 旁邊一樣很多保險箱可以慢慢開鎖 再來只要開啟金庫內部的門鎖 藍色包就會被啟動 也是要趕緊將它們解除 後來藍色包炸開的話 就會少一包錢可以拿喔 解除之後就可以打包回家囉 這樣子紐約小銀行就潛行成功了 這不會是小銀行 潛行流程並沒有到很複雜 很適合作為三代的新手潛行官 不過潛行騙但作者這樣子的話 肯定是不夠的 接著我們去早期預告片拍攝夜景的關卡 這關叫超顯露之下 最好又是去美術館偷畫 那小多我就簡稱它為 紐約美術館吧 首先可以看到虛幻式隱形的夜景 跟二代相比真的漂亮很多 再來準備潛入美術館 老哈與Chains到屋頂上 這裡是警戒區域 要想辦法進入E-1展示廳 而剛好屋頂這邊有天窗可以潛入內部 三代開窗戶改成使用噴槍將鎖切開 而且你必須照著它標誌的形狀切喔 多了一種互動方式蠻不錯的 不過不曉得速度有沒有被限制 不能切太快什麼的 天窗撬開後成功進入美術館內部 我們看到新的雷射掃描裝置 而且裝置繞著展示廳在巡邏 可以利用開關將它關閉 這樣等等要偷畫的時候就不會被掃到了 這邊任務目標已經找到智慧型手機 也取得了共享物品的QR Code 這個拉門從廳內打開的話可以直接解鎖 這邊準行指向監視器 就能再被發現的前一刻駭入並癱瘓掉了 鏡頭轉到另一邊 透過監視器可以看到警衛身上他們這邊走來 當警衛靠近監視器時 摧毀監視器產生的電擊效果 能暫時癱瘓警衛 老哈就趁機上前將它擊倒 不過這邊蠻蠢的是 警衛都被電到了還在說那是什麼聲音 擊倒後你可以直接把警衛背在身上回報 這邊還沒有老哈的回報語音 然後三代也取消失袋了 你可以像Red World War II 一樣 把屍體搬去其他地方藏起來 Chance來到監控室將警衛處理掉 這樣子監視器就搞定了 接著回到另一邊 好像已經把Scutie Bar 應該是反倒鐵籃給關閉了 再來要從E-1偷走畫作 這邊一樣有雷射掃描裝置在巡邏 看到他們都小心翼翼的跳在白色地板上 因為黑色地板是敢壓式的 壓到可能就直接警報了 這邊還把監視器打掉 奇怪 二代壞掉的監視器也可能讓警衛起 三代難道這樣子就沒關係嗎 總之這個千萬不要再二代做啊 接著跳到沙發上 再跳到白色地板上 就能把裝置關掉啦 現在可以正常行走在黑色地板上了 畫面來到另一邊 這裡則是隨機雷射裝置 得開好雷射出現的時機再迅速通過 這種仿造系統我們在二代都已經熟門熟路了 應該沒問題啦 再來 二代當然只利用QR Code將門鎖打開了 原來如此 所以三代有些門鎖是需要QR Code開啟的 才會有共享物品質的東西 這樣四人都能進入那些被QR所鎖住的地方 不像鑰匙卡只能一個人使用 成功進入E-1展示廳 接著準備偷畫路 這邊一樣使用噴槍 並自己畫出一個圓來切開玻璃 這種小互動我真的覺得蠻不錯的 也終於不像二代在那邊用玻璃切割器來傷害自己的耳朵 這邊開始打包各種藏物啦 三代中畫作的包包也變成了體育用品包 二代則是長筒狀的 所以畫作與雕像之類的統一變成了藝術品 這邊他們應該來到了經理辦公室 同時掃描他的手機來取得第二個QR Code 然後經理太吵了還偷敲他一下 一位發現一個暗門 裡面有一個保險箱 三代撬開保險箱的方式改變了 不再慢慢撬45秒 而是需要慢慢轉動旋鈕 來觀察旋鈕有沒有在震動 轉到正確的數字 旋鈕會變成綠色 並大幅度震動 代表轉到正確的密碼了 連續正確三次就可以開啟保險箱 錯了就要重來 順便補上另一段撬鎖畫面 結合得像是Red World War II 的開鎖系統 不過中間多的開鎖進度 進度自己也會慢慢增加 在正確的時機按按鍵會大幅增加進度 這個改動也蠻不錯的 回到潛行片段 這邊Dallas走來頂樓要來關閉防鬧鐵欄 就待在這個白圈裡面等他嗨入的樣子 但看起來過一段時間就會換位子 接著回到Chains 他將暫時櫥窗打開 並使用分光光度計來確認這幅畫是不是真品 三代出現的新玩意兒 看起來蠻酷的 我猜用這台光度計可以更快找到任務目標的畫作 如果懶得掃描的話 那應該也是可以把整間美術館都搬走啦 掃描結果是真品 這邊還需要把隨身碟插進去 是順便把NFT也偷走了一時嗎? 穿過走廊 利用通風口穿梭 這邊標記距離蠻遠 不曉得三代標記距離 會不會因為技能影響而變得更遠 只是一樣利用通風口搬運張物 但就能更安全地搬回車上了 別忘了,底外都有警衛在巡邏 穩詐穩倒的慢慢搬回比較好 哎呀,這邊還是被發現了 只好趕緊打掉那名警衛啦 游泳小顯示搜索中 可能是回報額度用完的話 地圖上的警衛會四處搜索可疑的地方 也可能是其他警衛會來查看 剛才被打倒的警衛他最後通報的位置 那現在就只好趕緊撤離啦 好,以上就是三代實機遊玩潛行部分的改動啦 欸,我是不是把三代關卡的潛行流程也順便解說完了 我覺得三代潛行改動超讚的 變得簡單很多 先是取消了有線綁帶 看到平民就直接綁起來就好 你也可以把它挾持起來 拖到安全的地方再綁也沒問題 再來取消了濕帶 不用再擔心濕帶不知道要藏哪邊 或是身上濕帶夠不夠 還可能不小心把濕帶從大流丟下 砸到車子,保自己抱翔起 欸,蛤? 屁啦! 在三代,我們就直接把屍體扛去小房間 然後把門關上就好 然後新增了不同的公司領域之分 警衛不再看到你就直接起疑 甚至拔槍叫你不准動 而是引導你離開私人區域 更不用說三代在採點模式下能做的事情變得超多 甚至我覺得只要一個人戴上面具去潛 其他人在採點模式下cover就好 撬索啦,開保險箱與切玻璃 這些在二代枯罩位的事情 三代就變成了互動小遊戲 甚至能更快的撬開 真的超棒的啦 那麼目前釋出的火拼與潛行片段都分析完畢 下一集呢,小多將來講解 官方開發日記的第三集 關於戰鬥部分 深入分析三代的戰鬥系統與特殊警察 那麼影片的最後呢,一樣 如果你想第一時間獲得潔心日山的最新資訊 也別忘了訂閱小多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最新資訊囉 記得隨時關注小多的直播 或加入小多的Discord 在三代發售前 小多會舉辦抽獎活動 除了訂閱YouTube 與追隨圖琦的觀眾朋友 有機會抽到三代普通版 成為YouTube的頻道會員 或訂閱圖琦的觀眾朋友 還有機會抽到黃金版唷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見,這樣啦!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